大家好, 大家好, 六个黑黑, 只差一点点, 8月9日回到9月4日, 出街也是在9月4日早上, 大家好, 9月3日, 我想都有新闻, 黎智英的罪名不成立, 大家都有点气愤, 但无论怎样也好,先讲正经的意思 希望大家都支持我,分享,留言,赞好 我有一套片,过几星期前出,就是说 骂罗志刚,罗志刚派钱给黎智英,或者 派钱给那些黄机构,去乱派,那我骂 被YouTube打压,现在也是没办法升上 四万view的,那你说,那你有些片 十几万,最近都有,为什么可涂这么低呢 你,罗志刚,日日解释他派钱 过几星期前,你说他怎么会没人看呢,你,罗志刚 是啊,就是这样,YouTube就是这样 限我流 当然,不讲我自己了,我希望你支持我 其实黎智英案,其实没什么特别 那个法官呢,好像叫钟铭新 我大约记得名字是这样,没有写下 但是,总之这个人 就说,他一定是咬死了 他说呢,那个事主呢,就是东方日报的记者呢 不是诚实可靠证人 不是诚实可靠证人 其实呢,在法庭的环境里面 很多时候 就是那个辩护律师呢,都是 跟证人呢,就是很多的 就是很多的 碰撞 表面证功成立 但是呢,因为那个表面证功成立 那个法官就说,我直接说你 不是一个诚实可靠证人 你真是表面证功成立 我都可以退回去咯,这样 这些就叫法治咯,是不是 这件事呢,我未必讲很多 但是我就看到,就是说 我找人搞你 我找人搞你 如果说在这个社会背景里面呢 黎智英 他所支持的政治势力 或者他所支持的社会的运动 最喜欢起底 我找人搞你,可不可以 起他家底呢? 我找人搞你,可不可以 一个非法的行动呢? 我拍了你的样子,找人搞你 我未必找黑社会打你 我找人起你底,行不行呢? 会不会那个记者 你那时候,不懂得死呢? 后来之后害怕呢? 真的很害怕都可以的 但是那个法官呢 中他的抑察 就是说,他的害怕是假的 他当场觉得黎智英 没那么powerful 但是那些人可以告诉他 其实黎智英很powerful的 可以起你底的,起你老婆底 你家里所有的资料地址 全部有你的样子可以找起 过去一年就发生过了 是不是? 现在我们上去做检测 可能屈永妍呢 就被人起过底 那他的ID在别人手上 别人就上去乱报 是不是? 那他报不了 是不是? 我呢,今天也有去做检测的 我一拆了,我觉得很方便 很简单 资源很足够 我希望大家去做 总之,完全滴在鼻子里 就搞定了 很快就搞定 排队久一点 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 你做了数据,在政府里面 你说李嘉诚收10元那些 现在说这样搞的那些 是拿来吹的 就是那些数据给李嘉诚 是不是? 李嘉诚是不是想香港 没有疫症呢?很难说 他什么动机 不用说李嘉诚先了 说回黎智英 老实实那句 你裁判官这么说话呢 你说表面证供成立 但是你以你的个人抑讯 推翻了所有东西 一会儿又说 又说你看不到 听不到 他实质上说什么 说了很多 狗不辣答白的理由 是不是? 我们说言论自由嘛 你这个法官判得不好 我们应该有言论自由来说 是不是? 列显伦去说周嘉明 说蒙面化那件事 他乱来的时候 李大律司公会动他? 是不是? 就是你们 怎样判呢? 法官是应该要接受社会监察的 大哥 不可以这个法官乱来的 老实实 黎智英单案之外 我们早前 疯狂地罵水佳麗 当然 罵水佳麗的时候 其实是对比另一宗 对比 郭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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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法官 郭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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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对被斬的人士的真诚惠足 那些 他做了很多这些东西 他觉得这个人的亦是真的 他可能平时不参与政治,但被别人搞暴动,搞到自己做渡人没得干,疯了 一时冲动,他也说愿意接受制裁 郭伟健就觉得这个人是人格,是高尚 但郭伟健,他说一些正常事,被你们迫害 说他是男官,那那个斬人的人 实际上他不满意暴徒去斬他,但是他觉得他也是要服从法治 他愿意表达服从法治,他就说他人品高尚,或者愿意赔偿 被伤害的人,这样说就被你们迫害 水佳丽呢? 水佳丽就说一个15岁,读书不好的年轻 水佳丽就扔汽油弹,然后水佳丽就判他感化令 水佳丽就说他是优秀少年,那今天就说在法庭里面就要律政司上诉 然后又有辩方,就是替那个小孩子15岁,他是一个暴徒 有律师保护的,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字头保护他的,是不是? 现在的情况就是,最后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就认为给他上诉 就是说给律政司上诉,因为其实判轻了 因为他现在的感化,就是不用困了,不用困了 但是你说,如果你中火,始终都是一件严重的罪行来的 怎么也有一些拘禁式的,所以判轻了 其实水佳丽的案子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言论自由,疯狂地骂 不止我们骂,我觉得我们反王的正常的KOL 我不喜欢认为男,我说得明白 我们是正常的KOL,我们只是正常人 有正常逻辑 我不是建立了一些很特别的逻辑 我要求香港有饭吃而已 我要求香港不要乱而已 要求香港有法治 那些人见到法律就害怕,见到警察就害怕 不要经常搞暴动 这些是正常的 不是什么特别的逻辑 不是有一个特别的颜色 只是正常人 我们正常人 郭伟健是一个正常的法官 水佳丽就是黄的,不正常的 那我们骂一些不正常的法官 骂一下呢 其实我们的愤怒始终终于烧到上去 律政署 就是呢 就是呢 郭伟健是在下面 原本呢 下面有个仆街人 走鬼了 那个刑事健康专员 你骂到她走了 那现在呢 开始做些正常的事情 因为我们骂他 自然就是说很不妥 社会的声音就是觉得要上数 那郭伟健是肯做的 不是我一个人 是我们正常的KVA出了声 那很多我们香港人 真是表达了一种愤怒的 那钉汽油弹怎么会是优秀少年啊 你骂郭伟健 之前说什么司法不公啊 有什么政治立场的时候 水佳例又怎么样啊 读书不聪明啊 是不是 你说她优秀优秀什么呢 不知道什么优秀 品格优秀 蛤? 扔汽油弹是品格优秀啊? 说来说她有关心社会 我所谓关心社会 就是找机会扔汽油弹 破坏社会法律 破坏社会安宁 不尊重法律的 这就叫做优秀 那水佳例现在呢 特意放生她 放松她 是不是 这些Case就是不可容忍 老友 现在上数是我们出声的结果 另外一件事 譬如说 其实现在 法官这个问题 当然就是 很厉害 当然特首说了一个 没有三权分立论 没有三权分立论 其实都是在说法官 整个西方 其实没有什么国家 行三权分立 但是 三权分立 其实 印止的 就是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到一个地步 可以 所以呢 他们 做埋卖国策 勾结外国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呢 都不可以 去制衡他们呢 现在就是 他们大律师公会 说的这一套 所谓三权分立 现在呢 问题是 邓小平不是这么看的嘛 邓小平呢 他就说过了 如果完全照搬 比如说 搞三权分立 搞英美的议会制度 并以此来判断是否民主 恐怕 不适宜 其实邓小平呢 他的意愿 他是中国的 可以说是 改革开放开始的总设计师 对不对 就是 毛泽东 制定了共产党 这个政权 但是 要进入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这一种开放改革 的一些 就是 马斯主义制度的一个创新呢 是邓小平主导的 他对一国两制的理解呢 都是 不要搞三权分立 这个呢 亦都可以说呢 他的意愿呢 肯定是有 在基本法里面体现的 基本法 就是 没有写三权分立 基本法 亦都可以说一句 港道明的法官 要向中央负责 那就是 不是绝对的 所谓的司法独立了 没有人干扰你判案 但是你判案的立场 你要遵守 基本法里面的精神 而不是你把一些西方的精神 搬进去基本法里面 你去乱解 你明白吗 因为基本法的精神 就不是三权分立 这个基本法 是中央制定的 是共产党写出来的 你们现在 大律师工会 郭荣亨这些 是强奸基本法 你强奸他说 是三权分立才是对的 那邓小平说了 我们整基本法 我们筹毁基本法的时候 就说了 不是要搞三权分立的嘛 法官基本上相对是独立 不过 他仍然要向中央负责 很含糊地说 但是实际上就是 你的法官 你要尊重基本法背后的精神 基本法是原意的 你不要说 什么都将西方那套照搬 接着一直停 就是 帮助颜失革命 你太离谱了 中央会想方法搞你们 就是这样的意思 林郑说完这些东西 接着 列显伦呢 其实就是一个挺强的 中审法院前常任法官 他就说 列显伦呢 就刺 斥责 这个香港法院 持续让公共利益 屈从于个人权利的主张 他在说 反蒙面法 他突然间被周家明 扑街 废了武功 帮助创造 导致街头混乱和社会环境 批高等法院 有法官将自己抬到全国人大位置 长期准许律师颠倒基本法 结果是令中央失去对法院的信任 所以呢 国安法44条呢 就要 这个特首呢 是指定一些国安法官 是中央不信任 现在香港的这些法官 为什么不信任呢 因为你们都黄了 因为你们的动作行为 都很疲倦 好像水佳麗 好像刚才那个 肥佬拉的案件 都很离谱的嘛 是不是呢 你们大律师公会 是不是不承认 中央 你经常说三权分立 是不是你们不承认中央有主权性的监督权呢 共产党呢 什么时候都说中央 这个呢 一国两制是有一国的 中央呢 对特区政府给他一国两制呢 都有监督权 各方各面的基本法条文是这样表达的 遲些再给你们看 但是现在你大律师公会说的三权分立就是 不要啊 你中央根本就没有监督权的 你这个司法体制是无人驾驶的 任你们玩的 你一个独立王国啊 自己管自己啊 那就是 你就是 你搞司法港独而已 老实实那句 我不说那么多 不描述那么多 不过呢 我觉得关于法律 香港法律体制 列显倫是说明就是说 要尽快呢 要香港司法制度要进行改革 我觉得呢 有些人就说 他拉共啊 一个资深的终审法官 他这样说也是希望就是说 这个英式法制可以继续生存 那共产党有一天 他说如果这个 一国两制已经是运行失败 宣布运行失败 成为这个港独的温床 那就 英式法制继续了 是不是 不一定要熬到2047的 我实在 OK 就是可能 列显倫他觉得 香港这个 体制 就是有很多人在这个 司法系统里面 寻食 生存 你们做得太过 有一天 这个系统玩完的时候 你们就全部不可以在香港寻食 是不是 肉食俱焚 你们只回英国 但是英国现在充满疫症 你们没得混 为什么 要揽炒呢 你们经常说 三权分立 是不是 其实就等于 司法 司法 港独 你这样搞下去 就是揽炒 最后 共产党要执了你 香港这个英式法制 为什么你要这样 咄咄逼人呢 为什么只是服从 你们在 有个美 有个角的主子 别人叫你 亂来你就跟着亂来呢 先说到这么多 所以